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24周年纪念日就要来临 为六四死难者喊冤的声音再度沸腾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 日前在网上发表影像 披露了六四惨案的一些内幕 他认为六四是天大冤案 不能以一句平反就了之 他强调中共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 是犯了反人类罪 鲍彤在视频中首次披露当年红十字会承认 在血腥镇压之下 死亡的人数高达两千多人 他还表示他被关进秦城监狱之后 不能使用真名 只能用代号8901 鲍彤认为应该由公正独立的机构重评六四 对六四受害者应给予国家赔偿 而海内外四十多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 希望天安门民主大学在海外 以网络学校的形式副校 不过就在副校和扩建呼吁书 发布不到十小时 天安门民主大学网站就被中共当局封锁 大陆网友目前已无法进入这个网站 对此天安门民主大学在网站发表了声明 自由亚洲电台19号报道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熊岩也表达了强烈抗议 并在第一时间通过个人手机发出短信 谴责当局 同一天是北京世界援博会开幕日 有五百多访民来到现场要求与原博会的国内外参会代表们见面 访民在原博会一号大门遭到北京远警便一级武警阻拦 此后当局将访民强行带上三十多部大巴 拉去了黑监狱就进庄 新唐人电视李静采访报道